大家好 今天在创意世界里 要帮你介绍的是 这一个寿司 寿司呢我们有几个 这个寿司呢 如果你想要看美国版的 在美国频道Elegant Fashion 360 里面也有 它是英文版的 这个寿司呢 我们有几个不同的设计 这个是寿司卷 然后这个是寿司上面有虾子的 这个是有蛋 这个是有肉的 这两个设计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做法 只是上面如果你要肉的话 就用红色的 你要做成蛋 就做黄色的 那这几个设计里面呢 这两个是最简单的 所以今天我们要教您的是 这一个 我们先从这个最简单的做起 然后将来我们会陆续教您 做其他不同设计的 那今天首先我们就来做成 这一个有蛋在上面的寿司 这个作品呢 我们需要白色的 这个根范 然后蛋是用黄色的 那中间这个海苔呢 我们用黑色的 现在准备好材料 我们就开始咯 在我们做寿司之前 我们要把我们彩虹编织器 把它设成这里有一个小型的V 然后这里有一个红色箭头 记得把红色箭头往前指 首先我们要做下面白色的 这个是米饭的地方 拿一条白色的彩虹圈 从中间的第一个到左边的第一个 再拿一条白色的 从第一到第二 左边 然后再做一次 也是一条彩虹圈 从第二到第三 然后下面呢 我们要从第三左边 把它拉到第四个中间 那我们现在要重复这个步骤 然后做在你的右手边 从中间到右边 然后右边往上 做两次 然后从第三个右边到第四个中间 再拿一条 从中间第一到第二 从第二到第三 第三到第四 然后这样子就完成了 再来我们要做一个cap band 就拿一条白色的彩虹圈 放在彩虹棒上面 转一圈 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有两个小圈圈 然后把这两个小圈圈 放在最后面这里 在中间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彩虹编织器 转过来 然后我们在这里一样 我们要从这两个小圈圈进去 把中间这一条找出来 因为这个是白色的 你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记得 这里有一个cap band 就是那两个小圈圈 我们最后放进去的 拿你的彩虹棒从这边进去 然后把第一条 在那个cap band下面的第一条 把它拉出来 记得要把那两个小圈圈先按住 它才不会跑掉 然后拉出来以后把它挂到下面这一个 然后一样往前 把下面一条拉出来 把下面一条拉出来 挂到下面一个 然后这里都做完之后呢 我们再回来 现在我们要找 左边这一条 也是从cap band进去 应该是下面的一条 然后把它拉出来 挂到你的左手边 然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像小雨滴的样子 那表示你抓对了 如果你不小心抓到这一条呢 你就看不到这个小雨滴 所以要make sure你有这个小雨滴 这样才是对的 然后就继续往前做 把最下面一条拉出来 挂到下面一针 然后最后这一条呢 拉出来 挂到中间 然后重复这个动作 再回来 做你的右手边 现在只剩最后这一条了 所以现在就最容易 也是彩虹棒伸进去 拉出来 挂到你的右手边 然后彩虹棒伸进去 把最后一条抓出来 挂到下面一个 然后最后一个挂到最下面 最后面的中间 然后现在都完成之后呢 make sure你全部都有连到了 然后用你的彩虹棒 然后用你的彩虹棒 从最后这里伸进去 再拿一条白色的 从这个洞洞 伸 抓出来 那你现在就把两边 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现在这一条是我们的安全带 所以我们要记得把它绑一个结 就从一边把它拉过来 那这里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结 那这个安全带要先把它拉着 不然你在拔出来的过程当中 很可能它就散掉了 现在就可以用彩虹棒把它抓出来 然后轻轻的拉出来 那拉出来以后这个 就是下面泛泛的地方 那这个安全带呢 我们要把它藏起来 才不会看起来乱七八糟的 那怎么样把它藏起来呢 你就用彩虹棒在附近的彩虹圈 把它伸过去 然后抓到另外一边 这样子它就会帮我们压着 那这是我们下面饭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要做上面的蛋 这个蛋其实做法是跟下面的饭是一样的 就重复再做一遍 要用黄色的 我再示范一次给你看 拿一条黄色的 从中间第一个到左边第一个 再拿一条黄色彩虹圈 从第一到第二 第二到第三 然后从第三的左边到第四的中间 现在我们要重复这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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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你的右手边 然后排到最后这里呢 我们再回来排中间的 也是用黄色的 从第一到第二 第二到第三 然后第三到第四 这样就完成了 那我们现在要再做一个 Cat band 就是那两个小圈圈 放在你的彩虹棒上面 转一圈 那它就会变成两个小圈圈 那我们现在把这两个小圈圈 放在最后的中间这里 然后把彩虹编织器转过来 现在就可以开始把它连在一起了 那因为我们刚刚有做过一遍 所以这一次我就做稍微快一点 如果你需要再慢动作的 你可以再回去圆头那里 再重新看一遍 拿你的彩虹棒 从那个小圈圈 两个小圈圈进去 抓到第一条 刮到下面这里 刮上去以后 你就会看到自己的一个小雨滴 如果你没有看到小雨滴 那表示你抓错条了 你要再回去找对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找 右手边这边 把它抓出来 挂到你的左手边 对不起是左手边 然后现在要做右手边 把它拉出来 挂到右手边 所以总共你可以看到有三个小水滴 这个很重要 如果没有看到小水滴 你就是拉错条了 然后再一样 接下来的动作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唯一的原则就是 你要make sure 你每一条都有勾到 因为如果你有漏掉一条或两条 你抓出来以后就散掉了 然后如果你有抓出来以后看到有散掉 那表示你是漏掉了 所以你要重新再做一遍 现在完成之后呢 把你的彩虹棒放到最后一个 从那个洞洞钻进去 然后再拿一条黄色的 如果你是做肉 做肉的寿司 你用别的颜色 那你就用那个颜色 一样的颜色 然后把它抓过来 这一条是我们的安全带 所以把安全带两边 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然后把一条 抓过来 这样就打一个解在这里 那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就可以把它抓出来 那一样我们要把这个安全带藏起来 哪里的彩虹棒 从这附近的彩虹圈伸进去 不管在哪里都可以无所谓的 因为它藏起来我们也看不到了 伸过去以后 把这个安全带放在彩虹棒上面 这样子 然后再把它拉过来 拉到另外一边 这样子你就会藏起来了 它会帮我们按住 那现在我们要把饭跟蛋 连在一起 那中间要有海苔啊 那海苔的部分 我就拿四条黑色的彩虹圈 我们稍微把它拉开一点 放在你的两个手指头中间 然后把这个蛋蛋跟饭 把它弄到中间来 那如果这个再跑出来呢 不乖跑出来 我们再把它藏起来 我们再把它藏起来 这样我们的寿司就完成了 那你可以用同样的设计 把它换成别的颜色 像这一个我用红色的就是 表示是肉 这个是蛋 将来我们会陆续推出其他的设计 像这一个是寿司卷 立体的寿司卷 然后这个是有虾子在上面的寿司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带 记得要订购我的频道哦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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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